而在淡水区邓公国小 由学校举办了一场鬼屋冒险旅程 由高年级带着低年级的学生 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头 与小朋友一起将教室装饰成鬼屋 而每一位小朋友脸上的装扮受伤流血 可以说是非常逼真 学校老师特别准备了化妆材料 还有假皮肤血浆等道具 让这一场活动变得非常有趣 为了欢庆一年一度的西洋鬼节 万圣节今天上午 泽丹水区邓公国小 由学校举办了一场鬼屋冒险旅程 由高年级的学生带着低年级 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头 与小朋友一起将教室装饰成鬼屋 并且每一位小朋友都装扮成鬼怪 看到学生脸上的受伤流血 可是非常逼真 在学校老师特别准备化妆的材料 还有假皮肤血浆等道具 让这一场活动变得非常有趣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简单的面具 后来发觉面具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找那个不伤皮肤的材质的粉笔这样 然后再找到那个假皮肤 还有人工血浆 所以后来画出来效果就会稍微好一点这样 好玩啊 比较逼真 照镜子上我感觉说真的好像自己留学的感觉 会被自己吓哭 会被自己吓哭 他应该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装鬼专家 因为他每年他都会带着他的高年级的学生 那化妆啊或者是做怎么样的装扮 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 也是服务学习 那也是这个大带小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每一位小朋友脸上满絮伤痕 还有被僵尸咬过的伤口 逼真的程度直逼电影效果 小朋友也觉得非常有趣 老师说为了要让孩子不只是在脸上画画图案而已 才会特别准备材料来帮他们化妆 而校长说这一场体验让其他年级的学生 在进到鬼屋前唱英文万圣节歌曲 再走完全程就可以得到礼物糖果 更是一大挑战 那我们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这是一个我们年度里面非常受欢迎的活动 那除了幼儿园以外 我们也邀请一二年级小朋友过来 那一二年级小朋友 他们有的在外面就会很害怕 就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节庆气氛 那同时我想那个 现在是一个国际教育的时代 那对于国外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我们也把它引进来 让小朋友去实际体会 让学生老师攜手 一起精心准备这一座鬼屋 让学生装扮成鬼怪在里头埋伏 有些来体验的学生一点都不害怕 更是好奇这些装扮的鬼怪 而有的学生则是被逼真的化妆 还有气氛感到害怕 而校长说这一场体验 也让学生学习到了不同年级 互相合作的精神 还有举办区域活动的经验 也能够更加了解西洋万圣洁的文化由来 记者许多安逸 都是三方报道 看西洋万圣洁的文化由来 最后有限界的文化由来